好啊 兄弟们好啊 再给大家扯蛋呗 扯一切啊 纯粹这鲜片 这个有人给我写了一个邮件 哎 说你不觉得这个王志安老师 最近跟这个美丽不可放物的 凤姐 挪于凤老师之间有一腿吗 我一听我就乐呵了啊 首先王志安老师 人家人在日本 凤姐老师 人家人在纽约 在美国 怎么就有一腿呢 哎 但是仔细一想呢 是有点可能的啊 第一呢 两个人都是单身 王志安老师也是代字归宗 凤姐也是单身 是吧 一直就没嫁啊 还是个黄化大闺女 你说是不是 这两个人 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呢 所以长江黄河都在呼喊 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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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我是不大关注王志安的啊 我不关注他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说话呀 真是的 每次看见他的话我就想抽 因为我跟他认识 这个人平时其实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其实他挺客气的 和和气气的一个人 他不讨厌的 真的 王志安不讨厌的 和和气气的一个人说话 慢条思你的 跟你讲点道理 跟你 他身体这么前倾 这么一个动作 你跟他说话 他听得挺认真的 而且他也没有那种什么咄咄逼人的架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推上说话 他的优管我是没看过 他的这个推上说话 每一条推我都想骂他 后来我就是把他取关了 有的时候还把他拿黑了 后来我想拿黑人家干嘛呢 是不是 他也没吃我 没穿我的 是不是 也没用我的 干嘛 我又解封了 但是我解封以后完蛋了 因为我是关注凤姐的 因为凤姐很有意思嘛 是吧 为什么关注凤姐 那凤姐跟我一样的野鸡学校毕业的 是不是 也没有一个好出身 跟我一样是在村里面长大的 哎 然后跟我一样的 也好像有点学习能力 有点学习的习惯 挺好的一个女孩 虽然也是在美国啥也没学到 就学到白左那一套 但是总体而言还不错 真的已经很好 很好了 所以他这个人对王志安 那是王志安每一说一句话 他都在那里做一个点评 真的 从来一个都不拿 时间长了以后 我真的就开始产生幻觉了 我觉得这凤姐是不是看上我们家王志安老师了呀 不对呀 是不是 时间长了以后 你就觉得真的有这种幻觉 否则的话 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对另外一个人每一条帖子都互动呢 那只能是一个解释 就像有一男的十几年前他就开始骂我 从微博上一直骂到微信 从博客一直骂到微信公号 然后现在我一遇到了自由世界 有孩子推的声音骂我 一晃都一二十年呢 这没男的啊 就盯着我骂 所以我老婆都说 哎呀 这个男的肯定是爱上你的 他是不是有同性恋的倾向 我说不至于啊 这哥们儿他找老婆去年还生了孩子 是不是 那不简单 人家是双信恋的 说不定有可能 不至于吧 我瞎得一句 我真是菊花一锦 你喜欢谁可别喜欢我 但是你真的无法解释一男的 就整天就盯住你妈 一盯就一二十年 这么有偿心的人 真是 真是少见 所以这个凤姐为什么对王志安这么在意呢 只能说明一个是凤姐 你可能真的爱上王志安 王志安老师是不是爱上这个凤姐的呢 这很难说 最近王志安说了一句话啊 就是美国现在不是闹枪支吗 是加州这边都什么 死了好多人是吧 全是华人 王志安老师就发了一个帖子说什么 如果美国全国进枪的话 我考虑去美国去定居美国定居纽约啊 所以很多人一听就乐呵 不对吧 你是想去跟凤姐见面吧 是不是 凤姐多有名呢 你王志安老师也挺有名的 两个名人在一起啊 是一场著名的婚姻呢 是不是 多有趣啊 所以传说王志安想去美国完婚啊 跟凤姐老师结婚 但是凤姐呢 这个人呢 他是叫志存高远啊 心气很高的 他说还要考虑考虑 王志安第一年纪太大了 王志安跟我差不多年纪嘛 是不是太大了 估计早就不举了 是不是 我到我们这个年纪 就是没什么幸运了 你再漂亮的姑娘也没什么兴趣了 所以我结了婚以后都十年了啊 我真是从来没有跟另外一个女孩 连咖啡都没有喝过 握手 这么握手一下都没有握过 那绝对忠诚啊 绝对忠诚 24小时跟自己媳妇在一块 为什么呀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变得多么的纯洁 多么的忠贞不二 而是因为我不行了 真的 我说话很实在的 你要像我年轻的时候 就浑身都长满了这个胡萝卜 你说你再好的老婆 你天天看也厌倦了 是不是 所以我这个人有时候说话 挺实在的啊 就一点都不高大上 一点都不像个纯洁的圣徒 有人说你他妈的 还说你是基督徒 你像你说话 你哪一点像基督徒 是不是 我心里特明白的啊 因为一个人有了信仰以后 他首先去装 装圣徒 装好人 是不是 法利三人装好人 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 骂这个法利三人 骂你们这些伪善的人 假冒伪善的人 伪善的人诱惑了 一口气骂了 六七句话 骂得最狠的 耶稣活了33年 骂人骂得最狠的 就骂那群伪善之徒 为什么要这么骂呢 我是想了很久的 我想了 想了至少十年 我认为我想明白了 人是做不到圣洁的 人只有在死后 死后以后 上帝呢 因为我的简单的相信 就是我是一坛烂泥 我是一人渣 我是一畜生 但是我依然相信上帝 依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依然相信上帝的救赎 相信复活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信心 导致上帝在审判你的时候决定 你这个信苏的人还不错 这个生命策上有你的名字 我宣布你是圣徒 但是那是死后之后 死后的事情 我在活着的时候 我就是一人渣 你身心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你说这保罗 圣保罗 你现在去美国 去欧洲 都是圣保罗的影子 是吧 教堂 大教堂 圣保罗 圣保罗写的一本书 是罗马书 罗马书是人那时候的道德全书 可是是保罗是个什么人呢 保罗不知道杀了多少基督徒 我是个人渣 但是我告诉你 我没杀过人 是不是 我没杀过人 我一个都没杀过 我没胆量 我也没机会杀 我不是不想杀人 我是想杀人 但是我没有机会 我也没那个狗胆 是吧 我也干过很多 这个吃喝嫖子操的事情 我没有像大卫一样的 把人家老婆睡到 还把人家老公给暗酸 给搞死了 没搞过这样的事情 对吧 所以人怎么能在活着的时候 说自己是圣徒呢 是不是 你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这个王瞻和凤姐 两个人虽然都有缺点 都不错的 至少 至少这个凤姐这个人 他有个最好的特点 品质 不假不假似的 有些个基督徒还不是凤姐 虽然凤姐好像也不是基督徒 所以不要伪善 你必须要把这个话要说到极致 要思考到极致 要退无可退 你才能理解什么叫福音 什么叫上级的启示 是吧 你才能理解什么叫爱 就像我如果把我的老婆想象成一个 像一个仙女 是吧 像一个天使 一天到晚觉得他是完美的人 你有一天你遇到他一点点缺点 你就严厌他了 我心里就明白 我也不是个东西 我老婆也不是个东西 我们两个人都彼此都知道这一点 这日子反而过得很好 人类社会他就这样 这个世界没有完人 知道吧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扯这个蛋 也是又认真又不认真 说凤姐和王者安相爱 这个好事情 真的 是个好事情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非常的孤独的 年纪越大 你越发现你没有跟你可以说话的人 最后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 你有良好的夫妻关系 这时候是你抵抗孤独 抵抗寂寞的最好的手段 没有之一 真的 没有之一 人都是很孤独的 所以重要的家庭 重要的夫妻关系 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悲惨世界的 最后一个避风港 我一点都不骗你 一点都不骗你 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以前王者安 有一段时间 武汉尼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叫贾家老师 他也是没事有事 没事就把王者安的帖子转出来 就在那里跟他骂 骂王者安老师 骂人家王居 我有点实在受不了 我说你为什么每一个帖子 他的每个帖子你都转 那几个意思呢 是你难道你爱上他了吗 可是据我所说 你他妈的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对男人 对句话没兴趣的这么一个人 虽然他就网局 你不见的呀 后来我的哥们 他就说那好吧 以后我不转了 他之后他真不转了 真不转了 所以呢 凤姐和王者安如果真相爱了 这是个好事情 我们都要为他们祝福 王者安老师呢 你也勇敢点去美国 美国虽然全国进枪不可能 但是纽约加州真的有可能进枪 这样就是你的一连元了 是吧 一连元里面没有枪支 一连元里面呢 还有凤姐 一连元里面还有婚姻 何道而不为呢 是不是 你年纪跟我差不多 年纪也不小了 该有个家了 该成家了 赚了钱 如果你不成家 不交个老婆 你去做外边就打撒币 跟洗包子一样去打撒币 是不是 到时你辛辛苦 虽然看上去搞得挺热闹 到时你会发现 你赚了多少钱 你就败了多少钱 这个事实是真的 我这十年我结了婚 我真的我赚的每一分钱 都为我媳妇存起来了 那家里真是存款大大的 风风复复 那这是我都搞不起 为什么存这么多钱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败了呀 如果你没有个老婆 没跟你管钱 我得给去呀 全是给那些野女人的 野妞了 完了以后 你还觉得是爱情 爱情个屁呢 你以为人家看你王局长的帅呀 不是的 就看你有几个钱 一旦没钱了 就给你拜拜了 是不是 你 真的 这是我通彻心扉的 跟所有的男人说 说句实在话 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婆 我觉得风景这个人不错的 时间看久了 也是一美女 真的 跟王正安挺般配的 我觉得好事情 大家都祝福他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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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